今天國慶日國內政要還有海內外貴賓 是齊聚一堂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再加上官裏的僑胞民眾 整個會場的維安非常的重要 不但官裏民眾在入場前 得要經過詳細的安檢 總統府兩側塔樓也佈置了槍響偵測器 還有空拍機干擾器 特勤狙擊手更在制高點 全程監控府前廣場的維安 而台式新聞更獨家掌握到 國安局長蔡明燕 首次督軍國慶大碟 天才剛亮軍警高層就陸續抵達機動指揮所 掌握全區動態跟各出入口關鍵狀況 確保國慶大碟維安全方面到位 國安局長蔡明燕上任以來 首度碰到國慶典禮 也帶著國安局特勤中心副指揮官 跟軍方人員在府前親自讀軍 不是相關的應應準備都有準備好嗎 我們把各項工作準備好 大批憲兵警方維安人員站港警戒 總統府兩側塔樓也部署好 槍響偵測器 空拍機干擾器 狙擊小組更早早在制高點就位 特勤狙擊手持槍戒備 觀測手以望遠近金釘 附牽南北廣場和周邊大樓動態 時刻繃緊神經 預防任何突發意外 場內嚴加戒備 場外也先做好安檢準備 民眾入場前呢 得先要出示管理證給工作人員檢查 並且還要把隨身的包包提供來做安檢 謝謝您好 我們把身上手機二十零錢都先拿出來 確定東西呢 通通是沒有攜帶微禁品之後 才能入內管理 管理民眾僑胞表演團體 都得依序通過安檢門 工作人員打開包包 仔細檢查所有物品 像是雨傘尖銳物 這些微禁品都得現場丟棄 要是攜帶飲料也要先喝一口 才能帶進場 國家生日大典 維安必須滴水不漏 防堵任何意外 謝謝張東小兵 李明州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張東小兵